應該叫你哥哥吧 相信你已經長大了 已經比我懂得更多了 也更成熟了 你也應該還在堅持自己的夢想吧 十年後的你 是什麼樣的呢 老實說 現在的我 還想像不出來 不過相信你 也還在做自己吧 還在為了自己的夢想而努力吧 哥哥 你過得還開心嗎 不要不開心啊 任何時候 我都希望你能開心 每天開回大校的日子 才叫美好 讓關心你的人開心 讓他們放心 其實現在有些問題 你現在 長到一米八了嗎 希望 你能到你一直夢想的一米八 遇到挫折的你 有沒有奮鬥衝過去呢 你堅持下去了嗎 現在的你 過得還好嗎 也沒有像你所期待的生活呢 不過我能想到 七年後的你 跟你兩個弟弟 站在你所憧憬的舞臺上 快樂地表演吧 雖然很多的很多 我想像不出來 但人生的路 由自身去經歷 讓你們來見證 是多麼的浪漫啊 似乎很多人都問過我 未來的自己 是什麼樣的 我認為 這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其實 這只是大家 一起去見證吧 不過我相信 未來的王俊凱 會不忘初心 會越來越好 會越來越強大 未來的你們呢 到底 有沒有被我所守護呢 有沒有陪伴我下去呢 你也一定過著自己想要的生活吧 七年後的你們 坐在台下的你們 陪伴了我們這麼久的你們 是什麼樣的呢 不管怎樣 我認為你們都是感動的吧 謝謝你們 成就了我們的你們 因為你們 所以有了十年之約 我想 未來的道路 會有更多的困難吧 你是否願意 與我一起攜手 渡過難關呢 未來的自己 讓我們一起見證 向未來問好 就現在 謝謝